大家好 因為既然這本書是說給20歲的年齡 我想我應該要講一下話 因為我應該是最接近 因為我21歲 所以這本書我沒有看 可是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我是要講給就是 現在在做比我還要年輕的一些人 其實在我20歲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 我根本也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到現在21歲 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說 很多父母親或是大人 都會一直問你說 那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其實啊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所以說 真的不用太去吃飯說 我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你有很長的人生 可以慢慢去想說 你到底要做什麼 真的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你就做你現在該做的 比如你現在是個學生 你就雖然很八股 可是就是好好的把書讀好 然後不是錯 你覺得你做了這些事情 是你會開心的 你不會良心不安的事情 這樣子就好了 對像我現在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我也不知道做什麼 我在六個月我就要畢業了 我就要出社會 我昨天還在跟我爸爸討論說 我以後畢業我到底要做什麼 我要不要去日本 因為我想說我要去日本讀書 可是我有想說 好去日本讀研究所會很累 很辛苦又怕苦 就不想讀 很少就想要讀 那怎麼辦呢 就在我就是也有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這是說真的 所以說真說 雖然很多人都說台灣的教育 怎麼了怎麼了 可是我是一個走很正規台灣教育 這樣子一路就是國小 國中也是讀高中 然後又考試然後讀大學 說實話我還 我還滿慶幸自己是生在台灣 而且我是真的很感激台灣的教育 因為他讓我這種 沒有一個很明確說實話 這本書講這24個人 我是打從心底的羨慕他們 他們在20歲的時候 都可以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因為大部分的人在他死掉那一天 他如果還是不知道自己要讀 所以我覺得這24個人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所以我很感謝台灣教育說 至少讓我在 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不會旁廣 我還是可以這樣一路順的走 然後我到大學 我要升大學的時候 我也真的也不知道自己要讀什麼科系 可是因為從小爸爸的關係 因為爸爸是賞人 所以對商業有一點涉獵 又覺得自己也滿國外向 可以適合走經商這一方面 所以就讀了管理學院這一方面 可是這真的是我想要的嗎 我也不知道 可是至少我讀到現在 我為什麼非常痛苦 也讀的還可以這樣子 所以說真的我也是滿 我也是很感謝台灣的教育 以及父母也沒有給我很大的壓力這樣 所以我要說的是在座的父母 也不要一直一天問你的孩子說 你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他真的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因為他真的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可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這不是錯 這不是錯 其實不要 不要真的物物其組就好了 這樣子 所以我要說的是 我很羨慕 這24個人 他們可以在20歲的時候 就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我也希望自己 可以趕快知道自己 到底工作 謝謝